市场如何研判 优优独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日股市 我是李婷 在上海我和各位 今天市场还是比较强的 在昨天震荡调整之后 今天又是呈现出了一个上涨的走势 但是今天成交量没有放大 当然我觉得其实看昨天的市场 大家普遍觉得说 这一个星期热点轮动的节奏加快 高位的AI已经开始震荡了 所以是不是应该进入到一个兑现的阶段 再加上当下的这个时间窗口 但是今天市场呢 整个市场的活跃度又非常高 在个股层面上 活跃度非常高 涨幅 比如说像AI的一些核心的标的 涨停的 大涨的 比比皆是 而且现在是不仅仅只有科技 今天的新能源也非常强 半导体也很强 你再看看昨天的有色 其实今天也不错 所以你会发现好像整个市场的这个水位 还在不断的上升 只是今天的成交量没有有效放大 那么如果说是被检验了之后发现 真的跌不下去 3000点是有很强的支撑的 这个支撑是来源于没有人卖 那下周的市场能不能继续上行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 上阵指数 今天的收盘点为3046点 0.62%的涨幅 也算是基本包掉了昨天的这个阴线实体的K线 但是成交量是缩量的 你看昨天下跌的时候 4234亿 今天上涨的时候 只有3706亿 所以还差这么几百亿的量 是不是到了下周 大家发现果然跌不下去 那自然下一个交易日就会冲进来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几个指数的表现 创业版指数 0.97%的涨幅成交量2000亿 昨天是2300亿 科创版我们也来看一下 今天是579亿 昨天是605亿 科创版倒是略有缩量 沪深300 0.43%的涨幅量 2200亿 昨天是2500亿 都是一个略有缩量的状态 那我们来看看小票 微盘股继续是红盘震荡 0.93%的涨幅 成交量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昨天600亿 今天是496亿 就在十天线附近来回震荡 国证2000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1.38%的涨幅 也是一个缩量的上涨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 就是在上周三这根阴线之后 小票基本上都是一个横盘震荡的格局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二位嘉宾 怎么去看待下周的市场 是不是能够继续上行 然后你做多的方向 依然以高位 相对高位的AI的核心的龙头为主 还是可以往低位的一些热点去发散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 分别是陈文还有吴海荣 欢迎二位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整体收盘数据的统计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指数层面 今天只有上证五零是绿盘报收 其他各大指数都是红盘报收 在市场回忆度方面 成交量 今天是缩量的 今天三市的成交额还不到9000亿 最近五个交易日 成交额最低的一天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回忆度 涨停加速75加 跌停加速4加 赚钱效应方面 今天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修复 昨天只有百分之十几 今天是71% 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AI再度走强 科技股是否仍然是后市的主线 A 是的 科技创新股依然是做多的主线 B 不是的 传统周期股下阶段更有机会 或者说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 可能更有机会 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 去参与互动 参与投票 好 我们来看看二位嘉宾怎么看 首先今天的特点 第一就是缩量 第二就是AI再度走强 第三就是低位的品种它也活跃 所以下周的市场是不是可以继续做多 能够继续看好吗 陈老师怎么判断 好的 那么我们讲本周行情 基本上市场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状态 虽然五个交易日 其实是出现了过一些盘中的一些反复 有的时候是红盘到绿盘 有的时候是绿盘到红盘 以今天为例 今天一度早盘也是好像显得比较疲弱 但是到后边还是逐步的震荡走高 市场是集体的一个翻红的表现 那么我们其实从总体的K线的排列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方面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个其实本周和上周的K线排列相比来看 上周其实不管是阳线实体 阴线实体其实来得比较大 也就是说盘面的震荡来得比较剧烈 那么我想这也是经过了短期快速上涨反弹之后 确实有的时候盘面当中的一些震荡盘造成的一些抛压 市场引起了这种分时的剧烈震荡 但是修复起来非常快 我们看到上周三上周四一个大阴线 第二天的一个反包阳线都是来得非常的快速 之后其实我们看到延伸到本周 K线排列虽然是一个平行的排列 但是K线实体都来得比较小 不管是阳线实体阴线实体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市场已经进入一个相对多空平衡的一个状态 调不是说没有盘中就调了 或者是隔日调了 第二天就马上把它修复完毕 那么以昨天也是这样 昨天是一个小K线 这个绿盘爆竹 今天马上就是一个小阳线 又把它重新修复回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调调不下去 涨了现在确实大家也看到涨了这么多 有些品种又在高位 介入的时候又是比较谨慎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一些主线品种走的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 有一些低位的品种在本周也开始纷纷的活跃起来 我们看到不管是黄金有色还有一些消费乃至一些对涨价预期比较敏感的 比如说我们讲大众商品 最近确实都来得比较强 一些部分有色铜都涨得比较明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板块轮动震荡向上是一种相对的主流 主线品种科技 AI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一块预调还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指数跌不动也就比较好理解了 然后我们再看上针中子 我们看到从它脱离3000点整数关口以后 基本上就是一个震荡走高 今天的位置又是在一个反弹的相对的高点了 所以我觉得3000点在这里反复的震荡消化之后 也是为后面的反弹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我个人对后面的行情比较乐观的 比较乐观一点 比较看好 好 看看海荣怎么去看待下周市场能够继续看好吗 本周市场应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载幅震荡的一个格局 就是全周整个上证指数的话 周线涨了0.6% 实际上就今天的涨幅 上证指数今天就涨0.6% 所以全周应该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载幅的一个横盘震荡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 我觉得也是非常容易理解 因为毕竟从春节之前 这个特别是一月份的一个连续快速的下跌 然后到后面V型上来 基本上把前面的快速下跌的 基本上填坑填掉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是做一个技术上面的修整 就是你一方面 下面的20天线跟30天线 作为一个中期军线 离现在目前的位置有点距离 所以它进行一个在前期的一个快速上涨以后 然后等待中期军线的上移 但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 实际上大家看一看 往上也明显 就是经过前段时间连续上涨以后 你要在这里不修整 它直接往上连续拉的压力 或者动能也不足 一方面大家看到成交量是说的 代表说没有特别明显或远远不断的 场外增量进行进场 另外一方面就是它在这里 不管是下面的就是获利盘 还是上方的套牢盘 实际上都是一个相对密集的一个成交区 所以我觉得在下周 可能还是会维持这种正天正当的一个格局 上方大家可以看到 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呢 整个指数应该就是上方现在是年线的压力 下方现在是半年线的支撑 基本上就是说 当然这两个空间是有点距离 但是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节奏 一定是放缓不会太快 不会太快 那么当然这个它不影响 因为指数是指数 就是它不影响操作的节奏 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特别是本周以来 就是如果说前一段时间是普涨 但是从上升到本周 基本上就指数载就是震荡不大 但是板块之间 大家可以看到热点仍然很热 不长的就是不长 所以整体仍然我觉得就是指数在这里 仍然会产生这种多空分歧 或者说重心上移的速度很慢 但是对于这个热点的挖掘 或对于操作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仍然还会有这种 就是特别是热门板块 或者说主流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它操作性仍然还是有 好 接着我们来说说风格吧 看看是不是风格上 还是应该以科技为主 还是说有其他的热点 陈老师怎么判断 其实到了本周市场风格 确实是有些变化的 其实我们看到 有相当多的时候的盘面分化 都来得比较大 有的时候是跌多涨少 有的时候是涨多跌少 但是相对来讲 不像前面那样的一边倒了 原来就是持续的 大家都是看到这个盘面 都是百分之八九十的烘盘 但是现在相对这种时候 比较少了 也就是什么呢 分化开始加大 指数相对稳定 确实我们也看到 蓝筹权重 对指数是有一定的烘托的 那么在这种特定的阶段 指数相对保持一定的稳定 大家也都这样子在理解 但是后边总体上来讲 我觉得蓝筹只要 大家认可它的价值 或者认可它的基本面 在这种位置 保持一定的这种强势的话 或者是横盘的话 我觉得指数会比较稳定 然后我们看到 市场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低位补涨的开始出现了 或者是说我们讲的 二线蓝筹当中的一些 有基本面有成长性的一些品种 也开始了 反映在一些科技 不是反映在一些 这种周期性的 包括本周我们看到有色 这是一些传统行业了 以前是基本上不太表现的 那么也开始纷纷的补涨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就市场风格不是完全的 就是做多就是一边倒的 像科技 像人工智能 AI这一块 那么就是你发掘一些 相对低位的 低洼地带的一些 低位低价的一些品种 那么也开始 成为一些资金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 同时做多有几个方向 然后之间有一些略微的轮动 或者是波段的表现 可能会成为后面的市场的一个常态 毕竟AI确实 总体一些品种位置都比较高了 有些资金在这位置 其实是比较犹豫的 冲上去了 往往可能又会有所回落 或者是有些抛压 所以我觉得后边吧 大家要注意一些市场风格 有所变化的情况下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好一些 个股的板块或者是机会 就是您觉得之前就是只有科技 或者说就AI最强 下周可能就是会扩散到其他的方向 科技也有 AI也有 或者周期也会有 对 是吗 就是这种扩散的机会多了 对 好 海伦怎么看下周市场的风格 当然风格会慢慢扩散 这个大家从最近几天的行情 应该也可以看到 除了最热的主线以外 这个下面的东西呢 也在逐渐逐渐地蔓延 比方说本周蔓延到了一些 传统的一些周期性的 一些行业的一些龙头 特别是最典型的 比方说像有设 像机械 像铁路基建 等等 就是说像变压器 等等 就是说实际上这些东西 它很多都是 以前的传统周期的一些行 一些周期性的行业 大家可以看到 特别是一些行业的龙头 它的重心都在逐渐地上移 但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比方说 就是一开始 大家可能有一些是 顺沿着这些高股息的 这种思路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那些行业的一些龙头 它实际上各有各的优势 比方说我们现在 就是传统行业的一些龙头中间 像我们最近上涨的一些 就是比方说这个白马的一些 就家电的一些龙头 它实际上虽然可能涉及到一些 比方房地产产业链 就是它的大的容量中间 或者说有所收缩 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完全过了 那个完全竞争的一个格局 就形成了这种双寡头的这种阶段 是吧 然后再加上 比方说我们最近的这种有设 有设实际上 它是全球定价 它全球定价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海外的这个大中 像最近都走得非常的强 所以实际上一堆大的 那些行业的龙头的重心 都在逐渐的这种上移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 大家都就是在指数上去以后 都想就是比方调整下来 等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合适 或舒服的价格来低买 但是呢 就是热点上面呢 有热点在延续 然后下面的那些行业的龙头呢 它不断着就是 整个指数逐渐震荡重心上移 所以总体我觉得会一定的满意 包括像今天的光伏啊 等等一些行业的一些龙头 也在上涨啊 但是我觉得大的就是关注点 我觉得前期也讲过 还是那两条线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那个AI也好 AI当然也有上下游一体 它是在逐渐逐渐的延伸 但是它没有摆脱这个范畴 就高的它可能会进入宽幅 震荡的幅度会加剧 但是资金会延续着啊 就上下游未差 进行一定的这种挖掘 包括我们传统的周期性的这种行业 实际上同样也是 就是哪一些东西啊 就是逻辑逐渐逐渐顺了 然后位置右地之间就去挖掘不转 那大的方向 我觉得还是就这两条大的主线中间去细分挖 那其他的呢 有轮动啊 但是可能它的连续性会差一点 就是因为你毕竟下面还有很多板块啊 因为目前大家也看到了成交量就那点 你要说这么点成交量 你要服侍太多的这种板块 那一定会造成就是板块轮动速度特别快 所以我觉得还是尽量还是要聚焦主线 当然主线中间的节奏啊 随着指数的就是逐渐的比方说到相对的这种高位 那么你还是就节奏上面还是要把握好 这个主线你还是倾向于就是中正红利和AI吗 对两条对两条就是一个是AI的上下游产业链 另外一条就是一些传统的周期的行业的龙头 就它不一定完全就是高股息 那高股息实际上是最早的 但现在沿着高股息实际上 就是大家是在做慢慢的发散 就是传统的周期行业的龙头啊 当然前提就是我们刚才讲了 就你你的趋势实际上要走出来 你传统的周期实际上有很多嘛 是吧 你地产也是周期 然后你保险也是周期是吧 就券商也是周期 但是就那些品种它没走出来嘛 你要走出就是大形态要低位走出来了 逐渐开始从下跌走频到形成上升趋势 大形态走出来的 就是我们周期性的一些行业的龙头 好 稍后咱们来说说操作啊 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线细市场 我们有话说的小板块 您可以来继续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留言 我们呢也会持续的来分享大家的真知灼见 一起为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建业县策 那今天呢咱们要来聊一聊对于操纵市场 恶意做空等行为如何加强监管的力度 这个也是很多普通投资者关心和关注的话题 那我们先来听听陈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好的 那么这个限制恶意做空 我想呢这个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 那我们前一段时间市场剧烈的震荡 这种下杀快速的这种调整 可以讲呢给市场的杀伤力都来得非常大 那么这当中是不是存在这种恶意做空的行为呢 我觉得我们是要值得思考 并且在今后的监管当中呢 我觉得要有所体现 那我们讲到两个方面 一方面来讲对于恶意做空 我们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监管的取向 我觉得第一个 这个市场我们要保护它 首先对于一些做空的行为 做空的力度 其实我们是要做一些约束的 特别是如果一些比较大的机构 一些基金或者是一些所谓的量化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它的单数比数 比如说你是一口气 倾斜 瀑布式的出货 打压股价 还是说你既然买了这个票 我就要限制你的持有 你既然看好它 你就不能说明天第二天就出 或者是短时间的就卖出 而且是大批量的 我觉得对它的比数批次 然后它的持有的时间 都要给予一定的这种约束性的一些条款 那么你既然是作为机构 你也是有资金规模的 那你这样给市场的一个大起大落 我觉得就不可取 所以在它的批次上 规模上做一个约束 或者说你既然买了 那你就应该是最起码不应该短线就看空 那你就要最起码要持有一段时间 这样就对一些所谓的量化 这样的集中的短期内的这种抛压 会有所的这种限制 那么我们朋友之间交流 我也听过一些朋友讲的 就是说不单是中小投资者 对于这些量化 一些做空 头疼 甚至一些机构基金 有些量化都在研究 你这个基金 如果你做了哪些模式 那我就要把筹码抛给你 就是机构之间都呈现一种 这种恶意的这种交易当中的竞争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对市场的生态 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应该是 积极的鼓励做多 只要你是正常的交易 只要你是比较好的 看好这个行业 看好这个细分 看好顺着某个个股 我只要是正常的交易 我看好它 我看好它的发展空间 看好它的逻辑 那么你都是应该给予积极保护的 另外在一些方式上 比如说我们出一些函吧 经常大家会想 监管函 什么关注函 什么问询函特别多 那么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作为监管的角度应该是中立的 就是说我们不能带一些取向 带一些好像是是出于监管 但是已经带有一些倾向性了 我觉得就不好 就是说你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我要出现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种的一种情况 就是我是站在中立的角度 我问询是可以的 就是你公司基本面有些什么情况 而不是带在一种 就是我们讲的带倾向性的 你长多了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 是不是不能这样长 我觉得在取向上 一定要保持中立 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看 比如有一个个股 它长了很多 是吧 然后一问询 其实问询是非常正常的 然后如果说您的意思 比如上日公司 它的回应就是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其实也就是让市场 就是让它真正的市场化 你想买也好 想卖也好 那纯粹都是投资者 自己本身的一个意愿 是吧 当然很多程度上 可能这个问询也是为了要监管 就是以防大家长这么多了 你还充满热情 你去追万一套在山顶上怎么办 是吧 其实心肯定也都是好的 但是如果从市场化的这个角度 其实还是是不是让市场自发的 其实我觉得市场自发的会进行调节 涨高了 它自然会有筹码抛出来 是吧 因为当然了 我们讲到的 里面如果是存着操纵股价 这是不可取的 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的交易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很多中小投资者的一些 自发的交易行为 我觉得对这样的 我们不能说是去打压 最起码我们可以引导 甚至去保护 好 我们看一个网友 他是说给普通投资者 开放一个个股期权 就是或者可以这样说 就是有做空的这个方式 是吧 不然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纯粹多头的市场 还有一个网友说叫绅士 他说为了体现公平的原则 建议推出迷你股指期货 因为现在的股指期货 可能对于很多普通投资者而言 它的门槛还是更高一些 帮助小散户也能够做空 也能够对冲 就给普通的投资者 也提供一个对冲的工具 来看看海融有什么想法 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主要还是 就是体现在就是 你要限制的是恶意做空 因为你正常的比方说 你觉得股价的高估 那我觉得慢 或者说你有股票的持仓 然后你觉得你的股票能跑一大盘 但是确实指数又高了 你作为妻子的对冲 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 因为你在成熟市场中间 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一种 就是均衡的这种做空方式 因为它能体现整个市场的 促进市场价格的稳定 然后促进价格的发现 但是我们现在体现的 就是叫做限制恶意做空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 这个大额的就是可能利用那些资金的资金优势 然后在某一些股票中间进行大额的来回的 比方说反复的交易 先拉后卖 然后把成交量放起来 先拉后卖 然后就等于就是你把你的价格维系的比较厉害 然后清仓市在卖 再加上比方说有些是恶意制造谣言 制造虚假信息 然后就是诱导 就本身市场就情绪比较弱了 比方说像今年就是一月底的这种时候 就本身市场情绪就比较弱了 但是有一些可能资金 在妻子上面开了空单 但是又去捏造这种虚假的信息 制造虚假的信息 然后诱导投资者进行大幅度的这种卖空 然后重化获利 那我觉得这些实际上就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恶意做空的行为 那这种我觉得应该就是 你要非常的去强制的措施去禁止 那么这个应该特别是我们觉得 就是利用一些操纵市场的一些行为 来进行做空 那我觉得这些 我觉得从监管层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更多应该是去要去禁止 然后因为毕竟这些是影响整个这个市场 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这种稳定性的这种因素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限制恶意做空 然后维护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的稳定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看一位网友他叫喜悦飞翔 他就说的量化交易 融券交易 他觉得这都是一种投机的行为 其实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一种工具 在这个市场当中 有的人他有 但有的人他就没有 所以自然而然 他变成一种相对来说的不公平 然后他认为说绝对 这是一种投机行为 绝非是对资本市场的投资 就如果从投资的角度 那必然你肯定是要从基本面 你要从这个上市公司的 整个的这个经营的角度去看待 所以应该倾向于 要把这种投机行为 去给他取缔掉 这都是一些观众 投资者还有网友的心声 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扫描 我们的二维码分享您的一些观点 稍后回来呢 咱们来说一说 接下来市场的一个操作思路 接下来呢 进入到今天的 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我们请出郑林 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 郑林你好 好的 谢谢主持人 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三大指数强势反弹 两市超3500家个股上涨 市场人气强势回归之下 如何抓住领涨主线呢 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版 又是一根振奋人心的反暴阳线 又是一个新潮澎湃的交易日 而令人喜上眉烧的是 市场超预期的全面反弓 强势洗盘之后 有一个新的机会正在孕育而生 那就是六级概念 盘中大涨超4% 技术走势上 更是依托于年限强势反包 并获得资金大局抢筹超31个亿 那么作为新一轮通信技术的新风暴 六级概念有望乘风而起 掀起一轮以六级为主导的波段行情 就如2013年四级时代的到来 整个板块指数大涨了485% 2019年五级时代的到来 整个板块指数大涨了108% 现在6G技术正在全面推进 作为比5G传送速度快100倍的6G新技术 有望复刻前期走势 走出一轮波澜壮阔的行情 对于我们而言 找到龙头抓住龙头 就会享受到这次科技竞赛当中的波段红利 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 现在就可以立刻拿起手机 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那么对于这个领域而言 它的空间机会究竟有多少 个股又应该如何抉择呢 来看下一张题板 就比如在四季时代的时候 恒通光电作为国内光鲜龙头企业 受益于整个产业链的成长 在四季快速发展的阶段 得到了1030的涨幅 也是四季时代屈指可数的龙头企业之一 后来2019年五季时代的到来 也催生了不少的强势个股 再来看下一张题板 武汉反股底部直接启动上涨超过了百分之四百 而这次六季技术的全面推动 能够抢占先机的公司 就能够成为未来通信领域当中的王者 所以今天我们就为您精心梳理了一份 六季板块当中具备龙头潜质的核心公司 领取方式非常简单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同时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三家精选案例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 在案例当中 第一家公司是全球第二大光纤厂商 近期获得险资大幅加仓 技术走势上更是站上年线 走出两洋甲义鹰的看涨信号 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第二家公司全球领先的无线通信终端生产商 今天更是强势反包站上60天均线 后面的修复空间还有很大 而第三家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通信网络服务技术商 今天依托于半年线迎来强势反包 随着6G技术的火爆有望引发新一轮的上涨波段 如果您也想在6G时代加速到来的时候 强占投资先机 找到那些底部最佳的布局时间窗口公司的话 现在就可以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方式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与此同时在今天盘面当中不得不提的方向 就是光复设备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提板 对于光复设备而言 本周三我们就提示 这个板块在它底部刚刚强势启动的时候 就为您重点讲解了光复设备板块的核心逻辑和技术形态 并明确提示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今天盘中大涨超4% 让很多朋友的持仓喜气迎门 而我们认为光复设备板块的修复行情正式开启 今天再度受到资金抢筹超24亿 如果您不想错过光复设备板块 第一位启动初期的爆发阶段核心品种的话 现在就可以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方式 把这份资金抢筹的光复设备板块 第一位爆发核心公司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好的 全部内容 90年代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赋予的伤心与便捷 九方之头 实战牌股票学习平台 老凤翔藏宝金提醒您精彩继续 游喜事就由老凤翔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聊聊操作吧 看看今天市场当中的涨幅居前的方向 首先第一个是光伏设备 虽然今天AI也很强 但实际上早盘最强的是光伏 光伏今天早盘直接就是高开的 那么最终这个板块有4.88%的涨幅 我们来看一下光伏 光伏在本周表现过几个交易日 但是你看它的持续性 就一根阳线周三 昨天跌 跟着市场一起跌 今天倒是反包 但从板块的角度 没有创出阶段性的新高 可是成交量 涨的时候放量 跌的时候缩量 今天继续放量 然后这是再来看一下 除了光伏以外的方向 元件其实就是像半导体的一些 电子元器件今天是有表现的 然后就是通信设备 我们看一下通信设备 今天除了有5G 6G的一些表现 就是AI的服务器 都可以在这个板块当中 是成分股 那在本周吧 基本上是一个横盘震荡 今天是一个阳线的反包 个股的层面上 我们来看一下 成交额居前的 其实还是这些方向 中心通讯 工业复联 中科曙光 中级续创 赛利斯 浪潮信息 这几个全都是AI 除了赛利斯 那我们来说说操作 是不是 还是应该围绕着 AI这个方向 因为今天是再度走强的 最强的就是工业复联 还有一个是PC比 就是互电 今期 也是创新高的 陈老师怎么看 就还是应该挖掘 AI里面的机会吗 这个AI 这个毫无疑问 还是近期 这个盘面当中 比较热闹 而且关注度 比较高的一个品种 我觉得主要原因 还是外围的映射 大家也看到 最近 英伟达的表现 可以讲是非常的惊艳 那么 我们上周来 我记得讲 它当时还是800美元多 一股 但是 昨天晚上 它已经占上900美元了 大家想一下 这么高的股价 涨起来就跟小盘股一样的涨 我觉得 确实就是很多的资金 在推升它的表现 不管是对它财报的 这种高预期 还是 这个今后发展空间的 这种 强烈预期 那么都在不断地 把它往上推 那么相应的 我们国内有关的 这个英伟达的产业链 包括相应的一些 国产算力的 一些上市公司的表现 那当然也会受到 强烈的映射 反映在股价的 这种活跃表现上 所以我觉得 大家如果要关注 这个AI这个方向的话 那么你络不开 一定要持续关注 外围的英伟达的表现 当然我们这边本身 也有成长的逻辑 也有一些 这个 基本面的一些 反映在今后成长 预期当中的业绩改善 甚至提升 所以我觉得 这一块吧 仍然是中短线 我们可以持续关注 当然涨多了 它可能会调一调 但是你要看 如果是良性的 五日线支撑 十日线支撑 都下不去的 而且 回调之后 马上就走起来的 那么说明什么 中线资金 还是在持续看好 好 我好容易来说说吧 除了AI其实像芯片 存储 今天PCB 都非常强 深南电路 护电 包括像生意科技 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都是一些 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 也都是有所表现的 怎么看待 这些实际上也是AI一些 就是整个AI上下游的 一体化的产业链 实际上不管是PCB也好 还是存储也好 基本上就是整个服务器的上下 上下的一个产业链 那么PCB实际上是材料 然后存储HBN 实际上是提高它的这个性能 特别是HBN最近消息比较多 那么当然就是有些品种 确实最近一段时间 涨高了 或者说涨得太快了 核心的一些品种 比方低位起来 两三倍的都有 那么我觉得进入这种震荡 也很正常 但是大家看到 这种震荡 本周也有 基本上前面两三天 也有震荡 或者说今天大涨以后 可能下周又开始了 随着这个板块到高位以后 这种频率会越来越快 但是它的景气度由于非常的旺盛 所以造成了就是说 你即使调下来 它还会有资金不断的 就是去玩去接力 因为毕竟整个产业的景气度 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看海外市场 就是总是 现在美股总市值排名前三的 实际上两个是跟AI相关的 我们现在看美股总市值 第一的是微软 微软大概现在三万亿 美金 然后是第二是苹果 苹果大概是2.6万亿美金 然后第三是英伟达 英伟达现在是2.3万亿美金 而且我们如果说很奇怪 你去看这三个个股的这种走势 微软是横着走的 一直维持在高位 然后苹果是最近一直在跌的 对 英伟达 英伟达是最近一直在上涨 而且是呈现这种强趋势的行情 那现在你去看 英伟达跟苹果 它实际上两者的差距 差不多大概就10%多一丁点 所以未来可能用不了多久 不用多久 可能英伟达会抢占整个总市值第二的位置 所以你去看 当然有人说了 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 就是我们美股的总市值排名前三 有两个有两个是跟AI相关 就你去看排名第一的微软 微软实际上是我们当时PC时代的 就软件的龙头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光屏软件的龙头 它一定不是这个市值 为什么它非常坚挺挺在那里 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它收购了 我们整个AI的核心公司 Openair 所以你去看三家总市值排名前三的公司 两家都是跟AI相关 所以应该说从全球来讲 整个AI的景气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当然就是从A股来讲的话 就是真正的就是 就是你能马上出业绩的公司 可能并不是很多 但是由于它的一个景气度 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我们现在下游的需求 又特别特别的旺盛 所以它的景气度的延伸 或者说我们整个这种 整个AI整个上下游的这种产业链 实际上它推进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最近的整个AI的这种产业链 就不断的特别是算力上下游 反反复复的不断的这种活跃 中间也有条 但是一条马上有指引去接力 就是这个道理 景气度摆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来讲的话 就是我觉得还是 AI是我们这轮行情一条非常重要的主线 当然主线不是说一直涨连着涨 中间一定会有波当 我们刚才也讲了 随着整个就是板块跟个股连续上涨到高位以后 包括下游它的波动一定会增加 或者说多空的拉拘一定会来来回回的反复更加频繁 但是我觉得这条线应该会就是会延续一段时间 或延续比较长的时间 甚至如果说这条线完全结束了 那我觉得可能整个行情反弹也就结束了 因为作为市场的非常重要的主线之一 如果说主线就是结束 我觉得行情可能你反弹也就没有高度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说这条是唯一的主线 然后另外一条就是我们高峰红的延伸 传统的周期性行业的龙头 我觉得这两条现在是交替运行 当然节奏大家可能你还是要把握好 就是你的操作中间尽量的你是要买在调整的时候 对吧 你如果特别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大张以后 情绪很高的时候你追进去 可能你也会短期很难受就套你一段时间 但我觉得景气度由于它非常高的景气度 所以我觉得应该来说它这个主线的延续应该还会进行 好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光伏 光伏在本周三表现过之后 今天是继续上涨 昨天震荡了一天 然后今天像胶膜 然后还有像逆变气都有表现 我不知道光伏是不是要打开空间了 陈老师怎么看 还是说依然倾向于是一个补涨的方向 从目前来看 因为我今天也搜了一下 没有看到特别的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相关的资讯 对它有一定的推动 但总体上来讲 前边活跃了以后 今天继续的强势 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它 最近包括我们讲结合今后 在目前相对比较低迷的这种新能源的基础上 可能会包括一些原来的机构 是不是会有回补 我觉得很难说盘面当中 能够马上能够体现出来 但是活跃资金现在不会关注光伏 我觉得恐怕是其他的一些资金 恐怕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 个别的龙头品种的带动 也把一些板块带活跃了 这种可能性也有 可能也就是存在一定的偶然性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还在观察一下 好 吴海荣觉得光伏有没有持续性的接下来 我觉得要比绝大多数低位的板块 持续性要好一点 因为确实光伏最近的基本面是出现了好转 因为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 光伏的库程实际上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到出口到海外的这种库程 是相对比较高的 但是从两月底三月初开始 大家看到明显的光伏电池组件的排产 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复苏 然后光伏价格也进行了试探性的涨价 当然这个涨价的幅度很小 很小 但是实际上就说明了 它的去库程的速度进行加快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光伏的龙头 时不时的就给你一根大阳线 当然它连续性不是太强 就大阳线和波士连着来 像可能我们AR中间可能连续来 它可能一个大阳线正当一两天 然后再来 但是确实我们看一些核心的品种重心 在逐渐的上移 已经低位形成了一个逐渐向上的趋势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 可能也是有一部分的资金 就是因为毕竟我们两条主线的个股 实际上很多都涨高了 对吧 那你相对比较激进一点的追求弹性的资金 可能它在里面一直来回去做 但是毕竟有一些资金它是恐高的 它不想做高高在上的那些东西 那么它一定会去挖掘一些 就是位置相对比较低 然后又有基本面 逐渐的改善行业景气度 还不错的一些公司 那么进行一些关注 所以我觉得这个光伏应该它是符合了这个特征 好 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 下周的具体的操作思路 以及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苏兆博 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 苏兆博你好 好的 主持人 那昨天我们看到 这个美股的英伟达一页市值飙升了 7,034亿再创历史新高 同时也成为全球市值第三大的公司 与苹果收盘的市值相差 不足3000亿美元 那我们看到英伟达在过去一年半的涨幅 竟然高达了668% 那么问题来了 英伟达美股的大涨 到底带给我们投资者什么样的启发呢 对于我们A股投资者 这个背后的机会又该如何去把握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张图 每一次在科技变革的浪潮下 往往都会诞生出一些中长期的大牛股 比如说当时信息变革的时候 代表的板块就是消费电子 现象级企业 苹果 跟苹果相关的产业链上的公司 比如说信维通信涨了19倍 力讯精密87倍 戈尔股份更是涨了148倍 能源变革时代 受益的板块是新能源 代表性的企业是特斯拉 跟特斯拉产业链相关的公司 比如说天启礼业 宁德时代 包括干风礼业 也都是十几倍 乃至几十倍的涨幅 那现在是智能变革的时代了 那受益的板块 当然就是人工智能 代表性的企业就是英伟达 那我们也看到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英伟达的合作伙伴 红博股份 也是走出了十倍的大行情 当然了 不止红博一家 英伟达的合作伙伴还有很多 那么接下来的机会 该怎么去把握呢 那围绕着这个问题 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 关于英伟达产业链的核心龙头股名单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英伟达产业链核心龙头股名单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 今天我们看到各路资金 都是在抢筹英伟达概念相关的品种 比如说工业互联 光讯科技 以及赛腾股份 今天也是收获了涨停板 当然了 在这个背后比较有代表性的 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洪博股份 因为洪博股份呢 它的这个公司啊 与英伟达等合作成立了 北京AI创新赋能中心 为英伟达提供了算力出租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 也使得洪博股份 在我们A股中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股价足足翻了十倍 所以说我们可以感受到 英伟达相关产业链上的公司 确实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 那么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 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专门整理出这样一份 英伟达产业链核心龙头股名单 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领取了 在这份名单中 我们通过了三个维度 对相关品种进行了筛选 首先选出了行业中的核心龙头 其次选出了业绩高增长的品种啊 最后呢结合资金层面 选择有资金抢筹的 围绕以上三个维度 今天呢给大家整理出这样一份 英伟达产业链核心龙头股名单 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领取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组例子 朋友们来看一下案例一 案例一呢是公司 向英伟达提供了PCB系列的产品 而且当前的市盈率啊 仅仅只有15倍 咱们从技术形态上看 走出了一个标准的微型反弹 而且呢 叙事再次突破了箱体的上轨压力 有望开启向上的加速 来我们再来看案例二 公司芯片电感 以批量用于英伟达AI芯片 GPU H100 而且社保养老金四季度重仓 从整体形态上看 走出了一个大箱体的突破形态 那么也有望打开向上的空间 再看案例三 AI服务器的龙头 长区与英伟达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社保基金险资新进持股 融资资金连续三周近买住 走出一个标准的W底池后呢 我们看到最近也出现了明显的底部放量 增量资金跑步进场 有望开启向上反攻的行情 那么今天的这三个案例呢 在我们今天的英伟达产业链核心龙头股名单中 有详细的解读 现在呢 就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英伟达产业链核心龙头股名单了 那么在这份名单中呢 我们也是通过了三个维度 对相关品种进行了筛选 首先选出行业中的核心龙头 其次呢 找出业绩高增长的品种 最后结合资金层面 选择最近位置在底部刚刚启动 并且有资金开始抢筹的案例 围绕以上三个维度呢 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这样的一份 英伟达产业链核心龙头股名单 现在咱们就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形式来进行领取了 好的 做投资要有好顾问 有不懂 问九哥 九方智能投顾数字人九哥 基于九张证券领域大模型 具备大盘分析 板块挖掘 热点追踪 各股诊断 策略生成 金融百科 事件推理 情绪陪伴八大核心能力 24小时在线 急问急答 为你提供高效 专业智能的投顾体验 上九方整股APP 投资不绝 问九哥 当你踏入这个店门的那一步 我就感觉到 获得一种家的温暖 在那边休息一下 或者吃个泡面什么的 就会觉得很治愈 每天晚上八点钟 准时背着他的背包 到我们店里来 要天早上准时八点钟 他就走了 那比如说可以帮你去遛狗 这个也可以 它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叫传感器 但同时也是城市的一张名片 欢迎回来第一赛金有看头家 为广大的用户准备了龙年投资大礼包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第一赛金有看头家APP 龙年开心局 盘前盘后大咖在线直播相伴 龙年有新招 新升级指标 三步起龙组合 龙年新装备 配套的智能投资工具套装 龙年行大运 现在就下载第一赛金有看头家APP 更多惊喜好礼在等着您 好 接着咱们来了解一下 今天的资金面数据 首先了解一下北向资金 北向资金呢 今天是一个净流入的态势 净流入有60个亿 我们来看一下护股通和深股通的情况 护股通是净流入了35.91亿 深股通净流入24.1亿 两融一国方面 这个反正就是在一个缓慢的攀升的状态吧 没有特别的陡峭 但是一直呢还在向上修复 那新股方面 下周一可以申购的是两只新股 观众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今天选A的比例非常高 就是认为科技股依然是主线72% 选B的只有28% 仓位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 你看啊 今天这么一涨 大家要在下一个交易日加仓了 减仓的比例是明显下降的 只有18 然后仓位不变 现在上升了 就是减仓的下降了 那加仓的也比较高 好 接着呢咱们来说说操作 大家可以到有看头加上 关注陈文老师的课程 逐线黑马追踪的升级版 那陈老师跟我们来说说吧 现在的课程 比如本周是不是还是关注到的是科技这个方向 那下周是要热点上要有所调整 还是说依然还在科技的里面去找到最核心的标的 好的 那么讲到这个怎么去找到最核心的标的 肯定有方法 对吧 那么上了我们课的老朋友呢 老学员呢 应该来讲 现在对这些方法 模式 策略应该都比较清楚 今天呢我也不妨给大家交流一下 也算是把自己一些体会跟大家讲 我们都讲在这个去做事 把事情要做好 特别是要做有选择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讲做股票 你肯定就是要选股 那么选股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排除法 就是你把市场 因为市场上现在这么多的品种 四五千家品种 对吧 那么你怎么去排除 那我觉得把边缘化的 不活跃的 目前在当下没有资金关注的 那你一排除的就没有什么板块 对吧 那么你把多头的 趋势向上的 有持续资金流露的 然后题材 概念 主题性投资的方向 又是切合当下的产业政策 产业趋势 产业成长的一些品种 那你把它留下来 那你就会发现你的什么 越来越窄 你会把什么新人员 把什么券商医药都排除 我上课的时候 我经常就讲 我们现在就两个方向 大家不要看 我们现在每天涨天板 涨浮板 很多的品种 我想这些一律不看 好不好 一律不要看 就看薪资生产力 就看能工智能 AI的这些核心品种 然后近期机器人比较强 我们也就这些 但是从梯队上来讲 我们要根据它的 不同的表现的形式 我们要把它分门别类 那么我用了八种的形式 有突破类型的 有趋势类型的 有接力类型的 有新高类型的 新高类型就是创历史新高的 我一直讲 敢于创历史新高的品种 绝对不简单 包括或者是反弹的 这种新高的 比如说过了一个箱体的 比如说过了一个平台的 像这类的 我又把它放进来 因为这类的品种 它一旦突破 它有爆发力 所以你用各种方法 排除排除 到了最后 剩下的品种 那就是优中选优 好中选好 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聚焦 我们上次就跟大家交流 聚焦聚焦 到了聚焦到一定的程度 排除到一定的程度 每天值得你跟踪观察 操作的品种 就是各位数以内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一下 我前面已经保持了两周了 这些品种包括哪些 包括高新发展 包括中备 包括中级细创 中备通讯 包括近期的这些主要热门的品种 你去看到今天为止 他们是不是都还是反复的创新高 或者是在相对涨高的在横盘 但是想跌下来的是很少的 这就是我们讲的趋势模式的 其他的一些短线呀 或者是脉冲的 我们其实这段时间都不太关注 因为现在最好的品种 就是既有基本面支撑 又有逻辑背景 还有资金持续流露 还有成长空间 那么你把几个方面的东西 都把它放在一起的话 那么它的质地 就是非常好的品种 所以今天我就讲这种排除法 大家也不妨在自己选股当中 也可以去用一用 我觉得一定会对你有很有启发 市场的选择 其实你做股票就是不断的选择 但是选 你要选得最好的 或者是在航行的过程当中 能够保持屹立在潮头的品种 那么你就能够站在市场的最前沿 我觉得这种成功的概率 应该就会更高一些 好 欢迎大家到有看头加上 去订阅陈文的课程 那接着我们再来说说操作 把吴海荣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顺便也说一下周期 周期的品种 最近也开始反复地活跃 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些持续性 对 现在市场实际上 一直是双主线 一直是双主线 就是一个是AI的上下游翻科技 另外一个实际上 就是一些传统的 周期性的一个行业的一个龙头 只不过就是AI或科技线 就是一旦涨起来太亮眼了 所以一旦就是情绪高的时候 大家有的时候一编导 就像我记得上周来的时候 我们的调查调音 实际上也是大家讲的 因为正好是上周五 也是科技比较热的 然后大家就是一边倒是科技是热点 科技是但是你去看 就是本周到昨天为止 实际上科技就是一直在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 就基本上就是上周五热 然后周一冲高回落 后面几天就是宽幅震荡 然后今天又拉起来 那么实际上你看这两条主线 它非常有节奏 非常有节奏 就是上一周的时候科技很热 然后那些传统的周期性品种 特别是高股性 实际上是调了一段时间 然后本周到昨天为止 实际上科技震荡 然后是传统的那些做得比较强 但今天科技一下子又拉得比较强 所以就是往往有的时候 就是你哪一天有一个板块特别热 它就一变倒 但是我觉得一直坚持就是 现在目前仍然是双主线的这种模式 有可能科技在今天情绪非常高 然后周末一发酵 下周冲高以后 有可能震荡又开始了又来了 这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但是就是它两种模式 就是一种是科技 科技就是一旦弹起来就很亮眼 就涨停板很多是吧 但是它一旦回调起来 就是幅度相对也会剧烈一点 那另外一条主线 就是周期性的一些品种 就是它上升起来 就基本上就是非常的默默无闻 但是大家你回过头去一看 好像走得也很强 趋势性很强 当然就是说你要大涨或连续大涨 涨停那种对它来讲实际上是很难 但是你去看它的重心 始终是趋势性比较强的 慢慢的往上走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市场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 沿着双主线的交替的这种模式 所以我觉得操作中间的话 实际上一你还是要聚焦主线 聚焦在这两个大的主线中间 但是从节奏上面 就是你还是要注重你的节奏的把握 就尽量就是你要顺大势逆小势 顺上涨趋势中间 中期向上的这种大势 但逆小势就是你要寻找拉回的买点 寻找就是小波段中间回挡的买点 我觉得这些操作没法 开放式基金公司 OFC全称是开放式基金公司 2018年诞生于香港 它指基金设立者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但是这家公司的股本是不定额的 投资者以认购该公司股份的方式进行投资 并可自由卖出和赎回 香港政府给予了OFC一定的税务优惠 和一站式便利 以鼓励全球更多资金流入香港 与传统的开放式基金相比 OFC的主要区别在于 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 可以独立于基金经理运营 并由管理公司进行注册和监管 相比于其他公司 OFC具有的优势主要有 第一 开放性高 资金流通更自由 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资金需求 随时购买或赎回基金份额 而不受固定的交易时间或单位的限制 在符合偿付能力和披露规定的情况下 OFC可以从股本中拨款进行分派